各位观众 我问各位 今天台北股市 有没有再冲情高 大师用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我常说 领先才是最好的投资 你自己去想想看 当时候指数下山下来 来到16162点 因为大陆限电停产的一个关系 因为疫情的一个关系 还有包括的一个通膨的测升 就在市场最为恐慌的一个时候 相信全市场只有大兄 敢斩钉截铁的告诉大家 我说人来了 留意惯性改变 多空即将摊摆准备王大的 季限将不会是压力 180升市也不会是这一波的高点 那么我问大家 今天的一个指数盘中一度来到多少 来到18,039点 你没有听错 今天在创新高 完全都在大兄的一个 掌握之中 我相信大家都有莫共睹 那么重点来了 今天创高 震荡 洗盘 那么后市还有没有再供万九 甚至再供两万点的机会 maybe你可能会说 大兄你是不是在供万卡 现在万倍万倍 很多人都走到要死 你说未来还有机会 可能会供万九 或供两万点的一个机会 各位现在投资朋友 你不要以为不可能 很多事情往往都是你想不到 就像去年啊 去年指数啊 哇因为疫情的关系 下差来到的一个8,523点的时候 当时候啊 哇市场人人自危嘛 很多的一个专家都告诉你 哇台北股市还要看 七字头还要看六字头的一个时候 但是 事后你回过头来看 你想得到指数 能够从8,523点 一路的看回不回的一个涨上来嘛 包括的一个这一次啊 10月啊 6号指数啊 啊再度下差来到16,162点的一个时候 啊很多人告诉你什么 M头成型啊 酸针头成型啊 哇等幅测量啊 哇技术分析好厉害等幅测量 哇下看等幅会看到什么 13,12 很多的一个专家不是在那边恐吓你啊 啊你想得到事后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指数会大涨来到的一个 18,18点之上吗 我相信你也想不到嘛 但是大家希望就可以掌握到嘛 我想我想大家都有目共睹啊 那么重点来了嘛 那么接下来的行情会怎么走 到底是进二退一 进一退一 啊有没有机会再占万九或再占两万点的一个机会啊 各位亲爱的同事们你继续好好想一想啊 目前我们国内整体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表现怎么样 非常好嘛 非常好嘛 甚至整个的一个出口啊 持续的一个成长 甚至到明年一个首季啊 整个的一个出口还能是持续的暢望啊 啊包括主机处啊包括的一个这样包括军化会啊包括民间啊跟跟国内工方机构都认为啊我们国我国的一个明年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经济啊 能渴望维持的一个啊啊稳步互书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这样啊这个方向没有改变嘛 那么再来你想想看啊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资金啊哇大家说啊真的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嘛疫情的一个关系你可以看到造成我们国内的一个这样银行的存外比续探金利嘛 啊那么现在这个受险资金啊哦有很多的这个受险的一个资金啊手上有有很多的这个协议的一个资金啊那很多的这个受险的一个资金啊啊因为啊有些他也啊因为现在房贷难做他也不做了 还带那这些这个资金你想想看他会留到什么地方留到债券嘛流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股市嘛流到的一个资本的一个市场嘛所以为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一次的一个每一次的一个拉回啊大家在那边担心害怕的时候大兄都告诉你有震荡才有第一阶上车的好机会我相信这一路以来你都验证到了嘛哦那么甚至啊包括投信投顾的一个理事长啊的一个张席啊哦他也说啊 哎他说啊啊本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台商资金的回流支撑啊今年底啊啊就有机会刷刷新高纪录嘛啊你看是不是都来呼应什么呼应大兄的一个看法嘛啊并且他说啊在半导体电动车远引受三大的一个支柱的一个花工之下明年三月有机会上工两万点哎到底是明年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才有机会呢那到底会怎么走后市的一个行情会怎么走哦我相信啊哦别的专家没办法帮你做掌握哦但是大兄就是有办法哦这一路以来哦我们怎么样啊领先市场哦带着我们全国所有会员带着我们全国所有的粉丝好朋友一路的一个掌握上来一路的一个大专特专上来我相信你都非常的清楚 那么到底的一个后市的一个行情有没有再占万九或两万点的机会来哦在礼拜天哦礼拜天这场的讲座哦我画线给大盘主我直接来告诉你哦下礼拜这礼拜天下午两点这场的讲座真的很重要很精彩哦很精彩哦你不要再像过去那样哇一万六千一百六十二点哇一纯一纯你在那个地方最好的机会 很多人告诉你哇在这个地方要放空啊啊结果结果放空的一个结果怎么样口袋空空嘛啊所以这次的行情会怎么样哦你真的要懂得做把握啊哦那怎么样来做把握明年的一个台股的一个主流会在什么地方哦我之前我就一直在跟他说过了哦台股的一个主流啊不外乎是什么不外乎是AI5G啊元宇宙低轨道啊 哦跟电动车啊哦的一个相关的概念股啊然后在外加什么抗通膨的一个概念股啊所以在整个那个AI5G啊啊的一个方面啊哦那你可以看到在这段的一个时间我们带会员朋友我们掌握哪些的股票哦包括的一个IPC制裁的一个资源嘛我相信你也很清楚啊哎当时候在9月我印象啊应该是在9月8号那当时我送给大家的报警处理嘛9月8号的时候当时候在低档嘛 在低档没有人看好他嘛我告诉你什么我告诉你长黑隔天就是怎样买点嘛你看当时候如果你懂得做把握9月8号长黑隔天93块4你懂得做把握甚至10月7号113我们第三趟我们带我们会员朋友出手如果你懂得跟着上我们的脚步你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个资源现在来到多少现在来到251.5啊而且还欲罢不能嘛为什么欲罢不能 第一个他业绩整个的一个产业景气呃的一个趋势持续成长的一个看上没有改变嘛那么第二个就是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很多人很勇敢嘛你看现在卷之比还竟然高达将近五成哎很多人打死不退所以为什么这一路的一个的一个资源能够一路的看回不回的一个让的一个的一个上涨的一个上来啊包括的一个人包括的一个新兴IC再版的新兴也是一样嘛也是这一路以来我们从低档我们带会员朋友一路的大转特转上来一点 一档股票嘛也是AI5G高频高效的一个运算啊所带动的一个一档产业前景持续看好的股票嘛包括的一个动作都来帮我们背书嘛都告诉你说哇未来到20252026整个的一个IC这个债版ABF的一个债版整个的需求非常的看好看好没有错啊他告诉你看好的时候股价来到200多块了嘛你是要买在200多块还是要跟着我买在136 142 我相信大家都是聪明人啦你看这一波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带会员朋友一路的大转上来的我相信你都有目共睹嘛你都有目共睹嘛那么甚至包括这个创委也是一样嘛你看创委这档的一个股票我们从10月20号131.5我们带会员朋友锁定之后一路以来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带会员朋友啊价差操作一路的一个转上来我们现在破断单我们仍然是续报啊 我们设好天地就可以了啦当然像这样的一个股票我们四趟累计的加差都已经超过93%啦那你放心啦这种股票现在已经大涨上来我不会带你我不会带你去做罪假因为接下来大兄要给你的就是看还有没有在相对的一个低档然后未来有怎么样爆发成长的一个空间这些的一个股票就是在这个礼拜天的一个台北元长会长上 大兄要跟大家所来分享的一个主轴就像在电动车的一个方面你可以看到我们掌握到的一个和鲁斯之眼的一个巨想嘛巨想我们之前我们是从6月25号39.8带会员朋友锁定都有讯息为证耶讯息都写得很清楚耶当时我带会员朋友锁定一波撞到64.7嘛你看你看光是这样一个波段的一个价差就多少超过六成以上嘛超过六成以上嘛然后足足整理的 这个长达五个月的一个时间之后你看我12月21号12月21号63块8我再度锁定锁定就是涨停涨停今天再创新高为什么只要被大兄所认证过的股票你看他的一个表现就是能够这么的一个犀利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嘛这就是最棒的一个圣诞节的一个礼物嘛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彭琛也是一样嘛这也是大师兄啊 在之前10月12号嘛10月12号我送给大家一级炸裂嘛那时候一级的一个炸裂我送给大家的包括还有什么还有森达科嘛森达科当时候在七十几块嘛那么9月8号还6号送给大家报警处理的一个光磊哇光磊你看现在不要翻天那么包括的一个包括的一个送给大家的一个彭琛也是一样嘛当时候在低档嘛当时候在低档嘛 你看我们200天再带会员朋友买进哇一波大涨上来来到297高档开心活力放口袋嘛那么这次这个拉回我告诉你12月21号你看我再度低档买回来低档买回来昨天亮天涨停反嘛那么今天早盘冲高之下再度洗盘嘛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又可以做价差了嘛那么重点是如果有拉回的话这个机会你真的要好好把握为什么为什么要好好把握我在礼拜天的时候 我来告诉你哦这档的一个股票我可以告诉大家一定还会再跌破很多专家的一个眼睛哦为什么包括的一个同心店也是一样哦我告诉大家我们要一起同心协力嘛哦你看这档的一个股票我们从10月4号10月4号21910月22号238我们带会员朋友一波赚上来嘛哦到300多块嘛我相信你都有目共睹嘛高档开心活力放口袋之后嘛三档累计的价值都超过58%嘛哦然后这一波的拉回又回 这一个资深游手啊是不是可以留意为什么可以留意我想这些你都要了解你都要知道嘛所以为什么我说在这里拜天这场的一个讲座非常的一个精彩如果你想要哦到农历年前你想要再赚取大红包的话那么在这场的讲座我都会无视跟他一起做分享哦包括这个驱动IC的一个让啊的一个天意也是一样一切都是天意嘛你看天意我们 五趟累计的一个价差哦五趟累计的价差超过72%嘛哦从多少从202啊带会员朋友一路的赚上来嘛哦那么现在短线哦在这个地方关前做一下这个震荡的洗盘那震荡的洗盘我可以告诉大家拉回就是你的机会那么如果有拉回的话那么第六趟的一个机会到底在什么地方我想这些你都要非常的清楚啊哦甚至包括的创意也是一样嘛哦来到这个340 为什么340当天我们要带会员朋友开心获利出一半哦我相信都有逊徐为证嘛哦从242、244 带会员朋友一波大赚上来哇四趟累计价差超过61%哦每天大胸都都跟你讲什么每天大胸都跟你讲嘛我不会像其他的专家那样每天跟你跳针跳针哇今天又拿一档股票涨停板是不是很多专家要拿涨停板来告诉你那其实他昨天买的可能今天的一个股票跌下来嘛哦 哦是不是很多的专家都是这样哇等下来就不讲哦但是你可以看到大胸跟其他的一个专家风格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我干好的股票我一定每天每天我连续我持续跟你做追踪我不会因为说今天的一个股价没有涨我就不告诉你我就不跟你讲哦所以你可以看到细创我们怎么样一波的一个带会员朋友大赚上来的包括的一个金钟勇士也是一样嘛那金钟勇士今天在创的一个 新高今天做一个拉回很棒嘛今天创一个高当然不要追嘛但是拉回来我告诉你这就是机会了嘛这就是机会了嘛那么甚至啊包括这个全球的一个货柜龙头的一个丹麦的马斯基嘛哦马斯基哇股价真的表现很凶悍哦股价昨天在创历年的一个新高哦在创历年的一个新高哦在创历年的一个新高 没有机会再大涨一波上去哦各位介绍的同志们你看啊十月二十八我敢说市场上只有大雄告诉你嘛我说准备撤到灰金北上结果你看当时候你懂得做把握你看不认识长龙也好不认识阳明也好 你都几乎可以跟着我们买在地点上嘛又一波的一个这样一波的一个大大转上来嘛那么长龙来到149在这个地方哦又开始做一下的一个这样做一下一个整理哦有没有机会再大涨一波上去哦为什么大家凶说啊standby随时准备再启动一波的涨势 为什么呃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想想啊呃就像过去一样啊你看啊过去长龙怎么涨的 在年初的一个时候2月3号我们带会员朋友我们锁定了个长龙我们破单单我们还是虚报我们加码单我们高档啊大涨上来两百三三啊这个时候我告诉大家要懂得见好就说啊所以为什么我要把加码单给全数开新获利放进口单里但是我基本单我还是虚报嘛因为我基本单 价格这么低他再怎么的一个拉回都不会到我的一个成本嘛而结果从两百三三一路的一个拉回来嘛哦但是大兄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你看当时候我们买进了一个时候啊哇当时候他有没有马上大涨上来没有没有那时候我买进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一个会员说哦啊老师啊哇每天开高走低每天开高走低啊在那边怎么做你看当时候的一个低档足足摸了多少摸了两个月 摸了两个月好不容易才怎么样才做价拉抬上涨上来哦然后第一次来到一百块的一个时候哦他要再供两百三三的时候哇他又很厉害要跟你甩叫哦先跟你甩叫哦把市场一些那个符合把它洗出场之后然后再做拉抬 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候甩叫下来五月十七二六十三块一的时候我在线上讲错我就告诉大家我说长龙我看好 我说后市还会再上涨 我请你赶快跟上我的一个脚步 结果你可以看到后来到多少到两百三十三 所以为什么大兄敢说市场上唯一 能够操作掌握航海王群胜的一个专家 就是大兄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一路以来我们长龙我们阳明怎么待会没有 哦一路上大转特转上来的不论是波段的一个价差哦你看包括这个三十四块一到两百三十三哦甚至啊哦包括的一个九十三块八到这一波的一百四十九 或者是短线的一个价差完全都逃不出大兄的一个收掌线 那么现在也是一样哦你看到哇现在好像哎怎么长龙现在又停顿了哦阳明现在又停顿了那你看看过去哦 每一次他在发动之前他一定都会怎么样一定会磨磨到让你没有耐心的一个时候嘛那到底这一波的长龙 他会怎么走后面会长到什么地方我想这些你都要非常的清楚啦哦那我在礼拜天啊啊下午台北这场的一个讲座哦那这场的一个讲座很精彩啊大兄都会完整无私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哦我常说只要领先别人他就排在你的后面 并且在这场的一个讲座里面大兄会特别准备三档红包表格哦 这三档很精彩的呢住口呢这三档要让你新的一年你可以瘫瘪的有谁谁hoo可以让你新的一年你ho能够阙曲深封喔 那你怎么样来喔免费参与这场的一个讲座哦来QR Call而已 видите的话 QR Call 第一个喔如果你有使用 entoncesQR Call 好直接掃描一下喔那成为我们好朋友喔那你就能够取得免费入赏的一个资格喔 因为座位真的很有限 那可能剩下不多的一个名额 那想把握的话 你赶快赞描一下 那因为大兄特别帮他准备三档 那这三档的一个股票 我希望股价都不要太高 因为我希望说 有些的一个投资朋友 可能他的一个资金不是很大 没关系 我尽量找一些 有一字头二字头 三字头四字头 或五字头以下的一个股票 那这些股票我帮他准备好了 这三档的一个红包股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三档的一个红包股 真的是很精彩 这三档的一个红包 你真的要拿到 你真的要拿到 你来会场 你来会场你就知道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一档的一个雷森索尔 哇你看这档的一个雷森索尔 今天表现很亮丽 才刚刚怎么样 才刚刚放量突破而已 产业跟趋势都处在多头的一个烂头之上 当然我不是叫你去追他 因为大兄还有更好的一个股票 会比亚雷森索尔还要棒的一个股票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那这三档的一个红包股 你在礼拜天下午台北战场的讲座 你来 你就会得到 那么怎么样来参与这场的一个盛会 为什么这场的一个讲座 你一定要来 因为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 很多你不知道的一个标股 在这个礼拜天下午的一个台北讲座 大师兄都会完整无事来告诉你 因为法规规定没办法 但是你来 我可以告诉你没有问题 那如果说你想要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 那欢迎各位 你待会也可以利用这个电话 那跟我们线上礼专人员 来取得报名的动作 座位真的有限 你报名真的要赶快 那如果额满 我只能跟他说声抱歉 欢迎各位打电话进来 02-23219933 02230QQ33 给你贪贪 轻轻轻轻轻 我们下礼拜同期间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钱卷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行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